拥有必胜客和肯德基品牌的美国公司百胜餐饮 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不过上周五公司首席执行长却警告 第四季度中国铜电销售额将从去年同期的增长21% 大逆转为衰退4% 公司方面将这个原因归因于中国的经济走软 那么零售行业在中国出现一定程度的疲态 将带给其他看好中国内需市场的产业什么启示 今天的焦点纵横我们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由于激烈的竞争和中国消费者对快餐的厌倦 拥有必胜客和肯德基的美国餐饮 开始在中国这个他们的最大市场遇到问题 请教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看中国经济复苏 就要靠内需市场的这样的说法 关于毕胜客肯德基或者说麦当劳 然后他到一些开发中国家去的时候 首先生意一定是非常好 而且他价格相对的 相对的都是比国内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价格都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以前都是管制 然后现在开放了以后进去 外面是新鲜 都得大家尝鲜 其实当初麦当劳云准到台湾来的时候 也曾经有这样一种 开始的时候就非常风光 所以那时候也有人去抗议 说他价钱太高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市场供需 然后他在做一个决定 他生意好 那就是有人去消费 所以他最后其实是看在消费者这样的身上 因为他是主权 然后我们现在中国如果真的是这些快餐店 外国的 然后到那边去开分店的 现在这个萧条了以后 那当然有两种因素 就是消费者 一个是一个偏好的问题 一个是能力 就是所得的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两者 到底是哪一种呢 是不是这个偏好 然后改变了 我想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以台湾来看 以其他国家来看 我想这一些国外的 这些有名的快餐 他们的这个人家对他的偏好 还都是蛮高的 所以比较可能了 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 已经下降了 而他们的这样的这个价格 也不会这个掉的太多了 所以对于这个 毕生克 然后这个麦当劳 或者说肯塔基 然后现在业绩掉落 这也是反映出来 那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能力 甚至是往下跌的 那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个 中国经济 所谓的这个内需 那个其中的这个民间的 这样的这个消费 也是可以这个表示 它是往下降 所以对中国经济来看 当然是一个 这个负面的这样的消息 是的 鞋